欢迎收看收听 我是泰林 各位好 我是聂奇 南京向人民汇报数值评议的直播活动 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了 在今天举行的2013年度首场平直当中 被拷问的是南京市发改委 虽然这个部门和老百姓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太多 但其实您比如说生态环境 就业收入住房出行等等一些方面的决策 都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 进入今天的现场报道 2007年南京关闭了马台街夜市 而现在存在了15年之久的广东路夜市也被取缔 有网友对此提出质疑 他说夜市是城市生活的一个标志 据说取缔夜市改建小贩中心是从国外学来的经验 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南京的实际 南京市发改委主任黄澜回应说 小贩中心确实不够接地气 发改委虽然不是牵头部门 但也有责任 规划前考虑的不够 最终的效果还是要看老百姓难以不难以 首先我们要在政府原来规划的小贩中心的基础上 老百姓比较喜欢或者说比较习惯的 对周边影响也不大的 我们应该是要再做一次梳理 如果能够把小贩中心和我们的这个 名小师或者说这个 能够把这个能够做一个互为补充 或者说能够做一个这个穿起来的 那也可能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喜欢的 也可能是南京的这个未来未到风景 收入分配也是平易代表关心的问题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 平易代表期待发改委能拿出有效的措施 我们能力是三分之二的家庭这个人均的收入水平是低于全市的人均平均水平的 所以这也是老百姓感觉到对收入增长不满意的方面觉得倍增长了 那么使这个中等薪酬的劳动者行业在全行业的比重要加大 中低收入的人群在全市的这个劳动者中间的收入要加大 也许是因为发改委主管宏观决策 几位领导在回答具体问题时往往太过宏观 或者达不到点子上 比如有代表提出房价上涨 发炮餐具解禁以及市场道路节假日免费等问题时 几位领导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让平易代表比较失望 甚至在回答一些问题时 因太过宏观笼统而被主持人多次打断 同时雨无分流 道路大开大挖导致出行难等市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也没有出现在发改委的数值报告中 最终发改委综合得分为76.32分 这个评议结果将一定比例 记录南京年底万人评议机关总分之中 江苏城市频道